疫情期间 远距教学成为师生们不可或缺的学习模式 然而传统视讯教学操作问题及互动不足导致学习成效不彰 全球显示器领导品牌ViewSonic迎接35周年 发布全新Universe教育元宇宙软体 透过3D互动虚拟教学平台 让线上学习有如清零现场 多样化的功能更增添学习乐趣 现在的远距教学过于平面化 所以我们在硬体方面加强触控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刚才的demo 我随时带着这个笔 为什么要带着这个触控笔呢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手写的硬体 手写的装置 让老师的笔迹更清楚地被学生看到 学生不管在哪里都有如临现场的感觉 那为了要创造如临现场的感觉 我们让学生透过Universe 也就是这个元宇宙的这样的方案 他可以看到其他的同学 他可以听到其他同学的声音 不用在这个场域上关掉自己的声音 他就有一种沉浸式的这种学习体验 那在这种沉浸的学习体验 他可以做到分组 可以跟老师做即时互动 我们等于啊 其实可以这样想 以前有各种的线上教学平台 这个就是线上教学平台的3D化 那这个3D化之外呢 我们还再加上游戏化这样子的概念 也就是学生可以透过老师的加分 各种点数去换装去换衣服 让他在教室里面也变成这个教室里面最精彩的学生 这些功能啊 像我们过去在做线上教学会导入各种加分啦 分组啦 或者是这种笔记的这些软体 或者是这些服务 但是在Universe里面 我们是把所有班级经营跟所有的考试评量的这些服务呢 全部都整合在一块 所以以后的老师跟学生他只要学一套就行了 也就是进来他可以看到学生可以跟学生互动 他可以及时点名 可以及时分组 可以及时透过这个线上测验的系统 让学生快速的做各种feedback 除了解决远距教学 缺乏互动感与参与感的问题 教育元宇宙软体提供生理其境的3D互动学习模式 也可以应用于企业作为教育训练 在推展方面 其实我们分成学校跟企业 那我先从企业来说 像是企业的培训呢 在这一段时间呢 基本上大家也是透过平面的线上化的这种方式来做 可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让企业的员工可以看到实体的现场 所以在元宇宙的场景方面 未来会把企业它需要客制化的东西加进来 也就是它的厂房 也就是它的这个各种实际的这种场域 直接3D化 让这些员工有这个清零现场的感觉 这是未来的发展 那从学校方面 学校它就不需要让学生真的是清零现场嘛 至少它有一个学习这种感觉 学习的氛围 在整个教学的发展里面 除了线上教学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育学娱乐这件事情 学生看到它一开始觉得 哇好好玩 好新奇 好刺激 但是呢 当然这个疲倦感会往下掉 我们把加分的系统 我们把这个学生 收集这个分数的这个系统 也放在里面 所以未来 它在排名上面会慢慢的 就是学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排名 前进到它会有各种的装备 所以在学校里头 不管是小学中学或者是大学 在企业上呢 就是在这个内训或者外训的运用里面 都是未来会继续推展的方向 透过教育科技解决方案 整合智慧互动电子白板 与数位教学平台 让线上教学不再成为师生们的困扰 未来在教学设计上也能增加更多的创意 打造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